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每周一次的一瓶访谈时间 佩洛西这次去台湾 台湾有很多人是反对的 有不少人是反对的 尤其是南营的人士 他们说佩洛西造成了台海两岸关系的紧张的局势 对台湾不利 甚至美国也有一些人反对的 你比如像纽约时报的弗里德曼 那是很有名的一个外交事务的评论家 他就说这个时候去不对 引起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甚至有可能爆发冲突 当然还有像政治人物像川普也是反对的 我想请问李教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佩洛西这次访台有什么样的意义 有没有必要是正面作用大于反面作用 还是正好相反 谢谢 民主国家对于任何议题一定有不同意见 不管是美国内部 台湾内部或国际情势国际观点都会有各种不同意见 这是正常的 反观中共 他不是没有不同意见 是出不来 会被屏蔽 会不敢说 我不相信中国大陆内部看法都铁板一块 这就是自由民主与极权专制的对比 每一次发生任何事情 我们都可以看到背后 自由民主跟极权专制价值观本质的差异 理念观点的本质差异 那么这一次 佩洛西来访问台湾 我觉得他再次凸显两岸关系的一些根本性的因素 那我想第一个就是一个中国 没有错 1949以来 两岸坚持 一个中国 到台湾结束动影看法为止 那么 1971年 联合国将中华民国代表的 中国代表权跟常任理事国 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将蒋介石统治集团代表的中国的代表权 担出联合国 那时候 蒋介石的确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取一个中国的代表权 所以 从那时候开始 台湾就处在一种困境中 也就是中国就以一个中国 狂住台湾 那么1971年 台湾退出联合国 1971年退出联合国 就有1972年上海公报 当时的上海公报 美国就认知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 当他认知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台湾人民被蒋介政权绑架 的确没有任何 说台湾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的声音 所以都认同一个中国 到了1978年 美国宣布要跟台湾断交 1979年建交公报 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而且要宗旨共同防御台湾 但是不要忘了 当时美国国会马上制定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两岸一定要 一定要用和平方式来解决 否则美国会干预 所以台湾关系法 就保障了1979到现在台湾的安全 跟台湾的发展 因为他设定了不准中国共产党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两岸冲突 而1979当时台湾连解言都还没有 两岸都在争一个中国代表权 到1982年817公报 美国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政策 再次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这的确是美国不断的让步 也是绥靖政策的高点 但是1989年 中国发生天安门事变以后 之前1987年左右 1987那时候 胡耀邦主政的中国是中国最自由最宽松时期 他连对西藏都最宽容 他还检讨了说中国共产党政府对西藏的政策要检讨 可是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原因就是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胡耀邦突然被罢出以后 突然死掉 赵紫阳也是比较属于开平派 1979年六四天安门被邓小平镇压以后 两岸的发展分歧越来越大 因为1989年以后 台湾是从结束动员看乱 1987已经解缘 然后1991年 92年国会全面改选 1996年总统直选 台湾1996到现在都被评为自由民主国家 我们的自由程度被评为比美国还好 我们的民主排行全球第八名 比美国法国都还好 而中国集权专制本质从未改变 虽然江湖体制有稍微松绑一点 但是专制部分并没有变化 到了习近平更加严厉更加严重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两岸一直都处在一方面交流 一方面中国文攻武嚇 软硬两手策略非拿下台湾不可 他们设定的就是 反復内法2005的反復内法 他设定其中一个条件 就是对台动武的其中一个条件 就是和平统一的可能性上市 他也要对台动武 所以我不断强调 两岸的冲突是本质上 除非中共放弃对台的压迫 或者这个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因为台湾人不愿意接受 对中共的极权专制所统治 那么所以这个是从一个中国的部分来诠释说 台湾在1996年以后 依据聯合国的宪章 还有两大人权公约 台湾落实成为主权在民的自由民主国家以后 我们坚持自觉诠释普世价值 马云九的任内也将两大人权公约 直接纳入中华民国的立法院制定的国内法 我们要用两大人权供给保障台湾人民的现任秩序 与生活方式 所以从民主化这个发展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中国这个政策 台湾已经用实现了主权在民的自由民主国家 突破了中国共产党要用一个中国框架框住台湾 而且我们已经结束动眼看乱 我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统治中国的事实 但是中国没有变 台湾变了中国没有变 这就是两岸冲突的本质 目前这个两岸冲突的本质还是没有改变 但是国际情势变了 因为中共一带一路 然后建南海岛礁 然后要中华民主伟大复兴以后 川普总统上台 他本来只强调让美国再度伟大 要跟中国做公平的贸易竞争 没想到他发现中国是一个不守信用的国家 到后来他晚期还发生了 community 也就是中共病毒无法会员 他们发现说中共不仅故意 mall病毒的起源 故意把它抹灭掉 然后扩张疫情 扩散疫情 掩盖疫情 甚至一亿抹霸 到了拜登上台以后 中国以为说拜登会放软掉 会回到以前中国跟美国的关系 但是没想到拜登用了模式 我们闽南语有一句话 叫做软绳子去绑猪 猪才不会受伤太严重了 然后才不会人有可能也会受伤 所以我们小时候 我们知道台湾农村都有养猪 我们早就知道要抓猪 你不能用蠻力 你要用很长的绳索 然后慢慢把它捆绑起来 然后拜登现在就用这种方式 他表面上不跟中共剑拔弩张 他也说我们不是新冷战 我们也不是要改变政治体制 但是他已经结合了全球自由民主国家 去年召开了全球民主国家的会议 然后现在他结合了欧盟 然后结合了亚太 这一次佩洛西来 他就从新加坡马来西亚 然后要到南韩 到日本到南韩访问过程中 中间经过台湾 他没有跳过这样一个最重要的 面对中共极拯扩 最重要的岛链的一个 二手岛链中央的最重要点 台湾 所以佩洛西来台湾访问 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他真的第一次实践的一个中国政策 就是中华民国 因为二十几年前 金瑞奇来访问台湾的时候 是从中国大陆访问完到台湾来 只待三个小时 他可能是两边来安抚一下 不要剑拔弩张 可是这一次佩洛西来 这么重要的中国他不去 他来中华民国台湾 你中国要讲一个中国 佩洛西就做给你看 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就是中华民国台湾 更重要的是佩洛西来台湾访问 他接举的是民主与人权之旅 他就是来肯定台湾捍卫这个民主与人权 所以他来台湾访问 最突出点就是 除了官方拜会 立法院国会 还有总统 跟副总统在总统府见面之外 他不到二十小时的访问时间 特别在最重要的当天下午 安排在台湾的景美人权 博物馆人权园区 接见了最有代表性的台湾民主人权人士 这里面包括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领袖之一 吴尔开西 从香港来台湾开书店的零龙基 被中国不但关押 莫名其妙被关押的李明哲刚被放出来的李明哲夫 还有藏人驻台代表格商奸餐 跟他们讨论民主与人权 所以 这是中共 中国为什么对裴洛西的访问这么愤怒 其实 因为 就中共的角度来讲 裴洛西就是 对抗中共极权专制的起手 因为他1991年到中国天安门的时候 已经直接掀开来一个旗帜 一个标语 一个标语说支持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受刑人 希望中国要还给他们公道 要追究这个事情 这个给中国共产党一个很大的 变质的一种打压 而中国也打压了裴洛西 这个事情 我认为 在裴洛西的从政生涯里面 落下一个不可谋媚的印记 那就是中共是一个不讲理的政权 是一个霸道极权专制 独裁的政权 所以他在很有可能马上要席任国会议长的时候 到台湾来坚持一定要过来 他是一个民主人权之旅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全球在安倍晋三突然被抗争 刺杀以后 遠南就是当今全球自由民主世界最重要的领袖 他是一个棋手 所以我这样讲不是说拜登不重要 而是拜登用一种比较暖中代用的方式来对付中共 而裴洛西他高举自由民主的棋手 那这就是民主国家对抗专制又一个优点 我刚才开始讲 我说自由民主国家一定有不同声音 自由民主国家 他另外一个优势 美国的总统没办法管国会议长 某种程度来讲是国会通过法案 总统会执行不可 他怎么可能 让拜登就可以命令 憑洛西就不能访问台湾 不可能的事情 还有民主国家对抗集权专制 看似吵吵闹闹不同意见 但是有另外一个优点 什么优点 政府跟民间可以不一样 而且民间是多元声音 我们一定要去充分体认民主政治的优点 这个优点反而是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的原因 也是民主国家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原因 因为他为了要捍卫自己所享有的 自由民主宪政秩序跟生活方式 必要的时候他会用生命跟他拼 因为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自由民主国家人民 最后都会为了捍卫自由民主生活方式而战 所以裴洛西这次来台访问 我们凸显另外一个议题 那就是台湾曾经有三次大宜兵草 1971年中海民国 蔣介石代表的中国代表权被赶出联络国 那时候台湾有一批宜兵草 第二次美国跟台湾断交又是宜兵草 第三次1995 1996 中国对台湾施舍的时候我人在美国 那时候台湾有一批宜兵草 那次我是见证者 因为我在美国乔治郎大选担任交换研究 谎问副教授 当时我住的房子是台湾的前外交官 他喇叭是前外交部次长 他本来让我住他那边收容我住那边 而且我当时应该是要住到七八月 我从美国回来 突然在12月通知我说 他要过来 举机要迁移过来 后来他发现原来非战施舍把他们打过来 他没有打算要全家移民 非战施舍过来 他们就全家移民 移民到美国了 那么我讲这三四大移民 在对比现在 1995 96 台湾还没有确立 总统执选权 台湾还没有确立 自由民主的 宪政秩序 生活方式 这种价值观 而1996到现在 26年来 台湾已经确立了 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以生活方式是我们核心价值 我们用宪政主义 维护自由民主人权 然后我们用自由追行公平正义 再来建立完善的法治 来帮助台湾更加茁壮 而且我们的台积电科技的发展 都是因为台湾自由以后 无限的创意 年轻人无限的创意 然后才有办法不断的开展 在科技部分领先全球 都是因为我们自由民主带来的 所以我们不愿意失去我们这样的生活方式 我们会愿意为这样的生活方式而战 所以我这次观察台湾 人心没有互动 没有想要再以兵的感觉 这是我非常感动 非常珍惜台湾现况 李教授 这一次佩洛西访问台湾 确实是引起了中共那方面的 非常强烈的反应 那有些人就说佩洛西这次来造成这么严重的 这种后果对台湾没有好处 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佩洛西不来 中共就不会对台湾有压力吗 我观察这次佩洛西来台湾访问 刚开始 台湾对于佩洛西来台湾访问 几乎一致赞成 各党各派各立场的人 尤其是萨拉康是非常有指标性的人物 连他也都赞成 但是当中共 用飞弹试射 叫NC 或者说 这个 一炳兄所讲的吸炎 然后还有现在飞机烙台 还有 这个不断的 威胁台湾以后 台湾内部开始出现不同声音 那我发现 民进党 或者说绿色阵营这边 立场始终没有变一致 但是蓝影 里面开始产生不同声音 本来这也是正常 但是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去看 这是一个背后 预设的问题 如果我前面所讲的 台湾加入联合国 美国跟台湾建交都是正常 我们并没有去挑衅中共霸权 就这样 不断强调 那你中国 为什么同时跟南北韩建交 为什么你也同意南北韩同时 南北韩同时是联合国会员 那么台湾哪一天 加入联合国 不管是用什么名号 然后美国跟台湾建交 不管用什么名义 都是正常 都是合理 如果你预设 这是台湾应有的权益 那所有一切 认为不要去挑衅中共的 就要注意 你是不是落入了 自己落入了 衰竞政策 但是如果衰竞 那我们要讲历史的 这个因见不远 第一次世界大战 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都告诉我们 衰竞 不竟然能够带来和平 反而会付出更高的代价 我想这是一个历史 不断的告诉我们的事实 因为如果你要捍卫 自由民主生活方式 你可能会付出代价 但是你如果轻易投降 如果你轻易采取衰竞政策 那搞不好 付出的代价会更高 所以我从来不觉得 蔡英文政府到现在 有去挑衅中共 而是只要中华民国存在 中华民国的自由民主政体存在 中共就觉得台湾在挑衅他们 除非你被他一国两制统一 所以不是台湾有没有去挑衅中共 而是只要你没有被他统一 就是在挑衅中共的霸权 台湾不去挑衅中共霸权崛起 但是台湾不可能放弃主权 因为主权是维护自由人权 最重要的因素 所以裴洛西要来访问台湾 这不是台湾主观意志 可以要他来或不来 如果他不想来 你台湾再怎么邀请 他也不会来 何况美国早就通过了 美国在川普时代已经通过台湾旅行法 安格说起来 不要说裴洛西过来 副总统过来 总统过来 都是符合他们台湾旅行法 而这背后一个因素 我要诠释的是 除非台湾投降 或者中共基权专制倒台 或者两岸只能控制冲突 无法避免冲突 今天 中共代表的联络国的中国的代表权 他根本没有资格 为什么 不是他国家不够大不能代表 而是他的价值观 根本就遭他联合国的宪章跟人权公约 他自己是联合国理事国 他就要破坏联合国宪章的和平权 他在破坏 两大人权公约的自决权 还有和平权 他都破坏 他自己就在践踏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公约 是他应该被赶出联合国之外 怎么可以说台湾不能加入联合国 然后他自己同时跟南北韩建交 为什么美国不能同时跟两边建交 要坚持一个中国 可以啊 我们两边都坚持一个中国 但是就像南北韩也坚持一个韩国 但是他们现在同时建交 如果没有分裂哪还需要统一 现在如果美国同时跟台湾 台湾跟中华人民国建交 如果台湾跟中华人民国 现在同时是联合国会员 不妨碍未来统一的可能 就像南北韩也不妨碍统一的可能 东西德当时两个联合国会员 美国中共也同时跟东西德建交 不妨碍他后来的统一 重点就在于谁统一谁 重点就在于 到底是自由民主统一集权专制 还是集权专制统一自由民主的问题 焦点在这里 到底你是要实践联合国的宪章 尊重人权自由和平民主 还是要让中共集权专制霸凌 一个已经享有自由民主生活方式 自由人权的人 所以我认为这个本质上 还是一个人权的价值问题 没有人想要去挑衅中共霸权 中国人自己要去思索 是不是要永远担任 中国集权专制的奴隶 我不断地强调 一国专制剥夺的是中国人民 选择自由民主制度 跟生活方式的自由 为什么中共可以说 要一国两制对香港 那代表说他让香港享有自由 然后中国人民没有资格享有 现在对台湾人是一样 他说一国两制统一 那中国人应该抗议 为什么中国人不能享有 像台湾这样有自由民主生活方式 本质问题还是中共集权专制霸权的问题 我们从来没有要挑衅中共 包括这次 我们挑衅中共的什么 美国的前国务卿在台湾 还有现在的议长在台湾 他们都不是有外交决策权的人 他只是来捍卫自由民主人权 他对中共挑衅什么 中共是打人喊救人 就像俄罗斯打人喊救人一样 怕人怕救人 我们挑衅他什么 是他挑衅我们 要搞清楚 不能说狼要吃羊的时候 羊跳一下 羊躲避的时候要挑衅他们 当老虎跟狮子要吃羊 一只大象跑过来 维护这次绵羊 这有什么不对 所以我认为我们都正当防卫 台湾这次也没有做任何挑衅 是中共自己歇斯低利 中共极权专制的霸道 无限的膨胀 无限的扩张 我觉得事情要搞得很清楚 谢谢 谢谢李教授 就是这次佩洛西访台 确实是引起了两岸的紧张 但是责任不在台湾 因为佩洛西访台 这是台湾人应有的权利 你不能够因为中共 那边会有反应我自己的权利 我就放弃了 不仅佩洛西可以来访问台湾 美国的总统副总统 任何国家的元首 他们的议长都可以来访问台湾 这是台湾应有的权利 但是台湾的有一些人 他们想放弃这个权利 来对中共来示好 来对中共示弱 这实际上就是绥靖政策 大家要知道 中共这个政权你是越强硬 你是越有实力 他就越不敢动 如果你仅仅对他表示善意 他是一个欺善罢恶的 欺软怕硬的这么一个政权 光示弱是没有用的 光示好是没有用的 所以台湾要尽量的 在国际上要拓展空间 要尽量的让更多的人 更多的国际上的那些 各国的要员来访问台湾 让台湾跟全世界联系起来 当中共下一次下定决心 要侵入台湾 侵犯台湾的时候 那个时候全世界才能够合力 来对他进行制裁 来对他进行打击 甚至是把他给消灭 非常感谢李教授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 也差不多了 下个星期差不多同样的时间 再见 谢谢 再见 再见